當大多數的人都還一夜好年時 強烈的燈光與船閥的馬達聲 跨破雲林口湖 誰採養殖區的寂靜 雷志英來就不見小數民族奢促 因為沒說之言帶來台灣 在這之前他壓根沒看過餘溫養殖 笑說這一片的餘溫 就是漢先生的約會地點 其實剛來這邊的時候 然後這邊夏天又比較熱 因為這邊是海邊 然後它海水的鹽風會蒸發上來的時候 其實夏天是比較熱 然後冬天這邊就好像每天都在做颱風 其實那個是真的是 沒有經歷過這樣子的天氣 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不適合 這些年先生接手家族的養殖事業 將原先養殖烏魚的餘溫改咬文革 雷志英服藏護髓也跟著幫忙經營 從養殖到採收 他樣樣都得學 因為養殖烏魚的話 至少都要三尺以上 因為烏魚我們從烏魚苗開始養起 然後要三點了之後才有收成 那我們這樣子就是後來 因為池子不夠 那我們就轉換成養蛤蜊 為了自家水產品 他自創品牌 主打團購市場 也在村子裡開了間冰店 夏天賣冰 冬天就賣熱騰騰的自家海鮮 其實我們家的海鮮就是都是很新鮮的 所以我們都是以汆燙的方式 然後在家裡也方便料理 差不多五分鐘 我們家的食材只要五分鐘就可以上桌的 讓更多人可以了解到在地的水產 希望我們家的水產可以消往全台 儘管養殖人家的生活又忙又累 但雷希英很享受這樣的日子 希望從自家向外擴散 讓大家看見雲林口湖的美好 因為這裡已經是他的家 我會當機場 多年的猜直接 讓大家看見雲林口湖的薄 比如說 我當機場 因為這裡也有很多人 我們下次見 我學會